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段影片 聚焦的是基本面的产业分析跟公司分析 首先呢是产业分析 产业分析呢它一样有非常多种模式 比如说所谓的产业生命周期 可以看这个产业呢是在萌芽期 还是它已经到了成熟期 或是茁壮期或是所谓的衰退期 那当这个产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展现 举例而言 我们可能会觉得目前的电动车 应该算是已经脱离萌芽期了吧 应该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茁壮期 那谁还在萌芽期呢 区块链的这个虚拟货币 可能我们可以说它现在还在萌芽期 好 那有这么多产业分析的方式 SCP啦 SWAT啦 BCG矩阵啦 微效曲线 武力分析 武力分析 G模型 还有这个产业价值链跟钻石理论 好 那因为课程时间有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的介绍 所以呢 我们会聚焦在最多人使用的这一个 SWAT分析跟这个武力分析 好 那 中间有几个 就是也蛮有趣的 像比如说BCG矩阵 或许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到网路上面查询一下 什么是金牛 什么是STAR 好 那还有微效曲线 这是我们国内提出来的 认为一个产业呢 他应该要来做这个品牌 或者是做研发 在这个微效的两端呢 通常会是最有获利的 最有利基的 的这个产业 好 那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就聚焦在SWAT跟武力分析 首先呢 第一个呢 是SWAT分析 那这个SWAT分析呢 他会把一家公司来分析他的 或是这个产业来分析他的优势 劣势 机会跟威胁 好 那通常在做SWAT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的是整个产业 或是一整个公司 说单一个公司 好 那举例而言 那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一台积电好了 好 那台积电的优势 就 富国神山 最厉害的优势就是在他的制程 在他的专利 他可以生产出很小的晶片 那他的机会是什么 就是随着我们现在越来越多 随身的穿戴装置 那这些装置他势必是小的嘛 那他要随身能够携带 那你就要能够做出小的晶片来 他才能够使用嘛 好 那透过分析一个产业的优势劣势机会跟威胁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评估他未来可以有哪些走势 那从我们的这个标的选择上面 从我们的标的选择上面 我们只要能够找出有优势又有机会的企业就可以了 那当然从公司的产业分析里面 他还要再更进一步的去想想看 那当我有优势面对机会的时候 我可以推出什么样子的策略 或我有优势面对威胁的时候 我要怎么来因应 那这些就是等于实话分析后续的一些应用 那就会比较偏产业分析 那如果有兴趣的学员 也可以在上网去搜寻一下 另外一个产业分析呢 是Michael Porter 他是非常有名的策略管理大师 他所提出来的武力分析里面呢 他将一个公司的竞争的情况呢 分成五个方向 就是首先呢是你产业内的竞争 产业内的竞争 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产业里面 厂商之间会不会彼此就是杀的头破血流 像比如说我们知道 前一两年在这一个外送的这一个平台里面 比如说Uber E,Fu Panda 那时候还有比较多的厂商 他们其实都用流血竞争对不对 那或者是像网购的厂商 网购的平台 比如说PC Home 或是虾皮 他们都有在产业内的竞争非常激烈 好 那产业内的分析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看产业外的 那上游呢就是供应商 下游呢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或所谓的买方 那来看厂商跟你之间 你的上游厂商跟你之间有没有竞争力 那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虾皮的这个平台好了 谁是虾皮的供应商 那就是上方的那些来卖商品的这些厂商嘛 那来卖这些商品的厂商来使用这个平台之后 然后消费者来这里购买嘛 那你想想看这些厂商不用虾皮的平台 他还能用谁的平台呢 那么这一个的厂商 那他就不太有谈判力 不太有议价力 所以当虾皮决定要收多少手续费 他就会被收 所以这里的竞争就会不激烈 那我们来想一下 那有哪一个上游的厂商是非常的具有 具有议价力的呢 比如说台积电有议价力吗 台积电的上游是苹果电脑 那苹果电脑 苹果当时候在2021、2022 因为台积电的制程越来越好 越来越先进 那确实苹果不跟他下订单 实在是找不到替代的厂商 但是在2019、2018、2020的这一段时间 台积电有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那个三星嘛 所以你就会看到 iPhone的手机 今年会下给三星 明年就下给台积电 那透过这样子不同的下订单的方式 就可以把这个供应商他就会很有谈判力 对不对 他就会很有议价力 除了这个买方跟卖方之间的这个议价能力之外呢 我们还要去看看有没有潜在的新进的这个威胁 另外还有没有商品的这个竞争的威胁 那这个就是武力分析 产业分析除了进行 SWAT 跟武力之外呢 我们分析完之后 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聚焦 公司的经营的情况 那最常用的方式 如同刚刚所提到的 你可以用SWAT 来分析公司 但是在这个理财投资里面呢 我们最常看的是公司的财报分析 就是会看公司的财务报表 这个Financial Statement 然后来看看说 他的这个财报里面 公司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那财报分析里面呢 最常用的就是三张表 然后他会有非常多种指标 非常多种指标 我等一下也会稍微介绍一下有哪些指标 那哪三张表呢 分别是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跟现金流量表 那资产负债表 就是来看他的这个资产跟负债之间的比例 那损益表呢 就是来看这家公司在一年的经营里面 有没有实际的获利 那现金流量表呢 则是看公司的现金在流动的情况 现金的额度 那从他的这个财报分析里面的 三个报表之外呢 他还会有N个指标嘛 那这边呢 我们首先来看的是利润的指标 那这个用的是台积电为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的 浅黄色的部分呢 是毛利率 然后呢 蓝色的是营业利益率 然后最后的是税后净利率 就是税后净利的比例 是红色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越来越低 那你可以看到台积电的毛利啊 2017年的时候还有五十几percent 2019的时候只降到四十几 那最近2021 2022是不是又变得更好 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台积电的故事 他在一开始那时候市场有其他的竞争厂商的时候 他就会被三减利润 那随着后来呢因为他的制程先进 那他在面对这些厂商在报价的时候 就可以报比较到比较高的价格 所以他的毛利率就有提升 那也就带动他的股价的上涨 但是呢我们在看一家公司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看他的毛利率之外 其实我们更重要看的是他的税后净利 税后净利也就是刚刚的这个红色的这个部分 税后净利率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让大家来理解 到底毛利率净利率他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假设呢我们开了一间鸡排店 那这一间鸡排店呢 一年的收入是一千万 这个收入的一千万就是我们的营业收入 那这个经营的过程中 你要卖鸡排 你一定要进鸡排嘛 进一些食材嘛 进一些油嘛 然后胡椒粉啊 然后包装袋啊 那这些食材的成本呢 要三百万 所以这个食材的成本就是你的营业成本 所以呢扣掉了营业成本之后 你得到的营业毛利就是七百万 那以刚刚的例子 那这一家鸡排店就会是七十percent的毛利率哦 七十percent高不高 嗯算高 我们知道我们的代工厂商除了台积电之外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厂商是鸿海 那鸿海常常都会所谓的保三保五 就是他的这个毛利率就只有三percent跟五percent哦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经营的规模很大 所以即便他的毛利率很小 他还是一样可以有很高的获利 好那扣除了食材成本之后呢 开一间鸡排店呢你还需要有电珠 然后还要有人炸鸡排嘛 要有人收费嘛 要有人来招呼客人嘛 那所以这些电珠跟人事的费用呢 就是这个三百万呢 就是我们的图片里面的这个营业费用 那呃营业费用当然也要扣掉 好 所以扣掉了营业费用之后剩下的四百万 就是你的营业利益 一般的公司呢他通常不会有这个业外投资收益 所以其实鸡排店按理通常鸡排店不会有业外投资收益 但是我们为了举例多放了这一块 好那呃但是大型的公司很多大型的公司 他都会有业外的投资收益 举例来说我们刚刚有介绍到7-11统一超2912 那他名下的投资就有一个是统一星巴克 所以星巴克就是他的业外投资收益 星巴克赚的钱到时候到统一超的这个财务报表里面 就会是业外的投资收益 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公司他会去买卖股票 那他的这个额外的这个企业 然后我有买股票卖股票 那我是不是会有一个额外的收益或是损失 那就要认列业外投资收益 好那最后呢你有赚钱了 政府就会磕你的税嘛 那这个税金呢 这个营业税啊所得税呢 我们把它叫做100万好了 好那从这个鸡排店的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税后净利是350万 好350万 我们再看一个财报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税后净利 因为无论他的营收多高 1000万2000万3000万 最重要的还是最后他真正赚到的钱 好所以其实税后净利呢是 我们要去看一个标的 这个资产是不是真的获利的关键 除了刚刚的这个利润之外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获利能力 那这个获利能力呢 我们看的是ROE跟ROA ROE的这个R就是那个净利 这把你的这个Return on Equity 就是每一个股东权益能够赚到多少钱 ROA是蓝色的嘛 就是每一个资产可以赚多少钱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全家便利商店5903 你可以发现他前几年是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 最近2021年之后是衰退了对不对 好就虽然还是有波动但是是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每一季每一季的资料 所以便利商店这个行业它是有季节性的效果 它在某几个月会特别赚喔 夏天的时候会特别赚 年底的时候会特别赚 因为大家要买礼盒嘛 好那反而是第一季的时候通常这个便利商店的营运都不会太好 好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这个周期的现象 那为什么2021年之后整个就是整个就衰退了呢 因为COVID-19在台湾是2021年的5月 那时候确实对台湾的这个国内的消费产生一定的冲击 好那更不要讲2022年政府开始开取共存的策略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家便利商店 他的这个ROE持续的在下降 透过公司的这些产业分析与财报分析 我们要去看的是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获利 那在短期呢我们要看的获利呢是他的每一股盈与EPS EPS其实就是税后净利在除以每一股 所以其实EPS就是跟税后净利的概念差不多 但是他是用一单位一单位的算 然后但是税后净利就是整家公司一起算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来看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真的赚钱 那长期而言呢我们也是要看他的长期获利能力 那长期获利能力呢我们就会去看他刚刚的那个ROE ROA 如果这家公司呢很有竞争力短期这个月这一季 这一年没有赚到钱没有关系 只要他长期会大赚 那我们就可以来投资他 那另外呢在分析公司的这个长期获利能力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哦如果这家公司呢一直持续有获利的话 你要去看看这家公司的公司自理 他们公司的老板是不是一个正直有道德的人 他会不会把钱拿来乱用呢 那如果他持续获利然后公司自理又非常的完善 那或许这就会是一个我们理财规划 长期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那你就聚焦在某几个长期稳健 有长期获利能力的公司 然后分期投入 那这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财规划的策略 OK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段影片